委員好 主委好 我想其實今天很多委員也都在關心 我們的這個糧食安全的問題 因為今天其實您送上來的報告 當然我們也是因應了最近的一些 惡物戰爭啦 或者是國際通膨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非常關心 我們的原物料上漲 以及我們的糧食到底 安全的問題是不是會有一些後面的狀況 所以我也必須要跟主委 猜中民意先強調 維持糧食安全是我們國家的國安問題 我們必須要拉到一個國安層次來思考 不管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是在國際的戰爭情勢通膨 甚至到現在我們看到氣候變遷 對於農業的衝擊是相當的大 但是我必須要先提醒的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糧食自給率 目前是最新的統治資料是看到31.7% 這個我們曾經在1984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糧食自給率是相當高 有高到55% 但是因為後來其實像貿易國計畫 對進口的依賴 所以造成說我們在這個糧食自給率的部分 下降到31.7% 但是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說 其實食米量創上史上最低喔 就是說我們今天國人的飲食習慣 不管是在肉類或者是米食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飲食習慣上的改變 我想這個應該都是農委會 剛剛聽起來你們都有在掌握相關的大數據 但我先審討一個計畫 是我自己在做這個糧食安全的時候 我看到其實2016年的時候 我們的蔡政府有提出所謂的大糧倉計畫 在農糧署當時的計畫簡報裡面有提到一個目標叫做 2020年雜糧的種植面積要達到10萬公頃 也就是從當時的7萬增加3萬 但是我去調了這個農業 我們從農業統計資料就放在農委會網站上面的開放資料 雜糧種植的面積其實到了2020年 也就是你們目標到10萬的時候 都還只有7萬6千多公頃 所以代表說其實你們當時在2016年宣示的大糧倉計畫 到了2020年根本就是沒有達標 所以先請主委回答一下 這個計畫是否有通盤的去檢討當時所設定的這些預算也給你們啦 計畫預算都有 那砸下這些預算大錢下去就種植面積沒有提升 這個主委您當時有怎麼樣的檢討嗎 委員講到同時其實大糧倉計畫的種植面積也會跟糧食自給率 糧食安全有關 所以第一個完全同意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議題 尤其是不只氣候變遷、惡物戰爭 其實我們隨時都面對可能這樣的一個可能的情勢 所以我們當然要把這個部分做好 所以大糧倉計畫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也要深刻檢討 那檢討的原因當然就是你要有農民有誘因 譬如說他可能會去種很多的水 當時其實就已經有誘因啊 有一些獎勵補助 我有去看當時的計畫內 對 有獎勵補助 那個就是綠色環境給互的補助 可是除了誘因要過以外 它的自動化、機械化採收 譬如說現在種水道很容易啊 你只要打電話跟來翻田來採收 這個我們上次第一次在質詢的時候有關心過啦 對 所以我坦白講 我們當然有減少 可以不簡單說明一下 您就是在大糧倉 因為我先跟主委講 但是現在今年齁 今年我們要大幅度的推 我們的硬脂玉米有1萬2變3萬 這個就增加1萬8了 然後高粱要增加 等一下主委 您冷靜一下 因為其實您剛剛講的那個就是目標 其實我在今天的報告都有看到 OK 所以你不用再重複 但是我想問的因為是 我今天在你們在談的這一個 今天叫做什麼 綠色環境給付計畫嘛 你有一個新的計畫說 你要剛剛講的這個玉米啊 然後還有高粱啊 大家都要提升蒸作面積 但是我在這個計畫的下面 所看到的內容 跟當時你在大糧倉計畫裡面說 要做的其實是非常類似 所以我才會很擔心的是說 你當時你說從7萬要增加3萬變成10萬 你都沒達標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你說你的玉米 你要翻倍 然後你剛剛還提到說這個大豆 我剛剛在聽口頭報告的時候 聽到說大豆要變 就是在增加7千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真的是有 因為文字的報告上沒有寫 但你口頭有說 然後高粱你要增加到3千嘛 所以這個你要怎麼達到啊 我直接跟委員講 因為現在的國際情勢 適合國內來積極的種植玉米 因為我們除了農民除了拿6萬塊的綠色環境 幾乎就剛剛講的委員講的獎勵金之外 他有一個保證是9塊錢 每公斤的收購 以前因為進口的玉米價格都是6塊7塊 所以我們其實農民誘因不高 現在進口的玉米價格高漲 所以跟農民收的時候 不會是只有9塊可能甚至10塊11塊 所以這時候去推動種植我們的硬質玉米 當飼料用的就有更大的利益 這第一個就為什麼之前再怎麼推 沒辦法達標 現在可以更容易來達標了 那第二個剛剛委員講的 不管是高粱跟大豆 我們現在都有找到氣座對象 高粱就是金酒直接跟我們氣座 每公斤21塊 那再加上我們自動化機械化全部去協助 所以跟委員報告我們覺得今年將得推廣下去 10萬公頃應該可以很快的達到 是因為國際的情勢讓我們更 因為你COVID-19很多的成員成本天高 我是聽到主委主委主委 我覺得還是回到根本原因啦 就大良昌計畫其實他的檢討 不應該是說因為當時的國際情勢怎麼樣嗎 就是你的作法相同 但是差別只在於這個timing 那我覺得那我們的政府的政策也太奇怪了 就是你一個四年計畫到最後沒達標 然後你說是因為timing不到 那你當時就沒有timing的問題嗎 我們要檢討 同意沒有做好 但是我覺得在這時候我們會讓 讓他更快的這一個速度去達到這個目標 沒做到的我們同意要檢討 好我想請農委會這邊還是要提出 就是關於大良昌計畫 你先幫我比對一下 你大良昌計畫的做法有哪些 然後你透過四年計畫 全程計畫的這一些預算 你沒有達標的檢討原因有什麼 剛剛主委說是一個國際情勢 那好那你今天再度的再灑下預算 要做這個計畫 那你國際情勢的判定又是什麼 除了這個以外 因為我們之前的綠色環境幾乎 就是每公頃給四萬五到六萬不等的獎勵 只有給G7年 G7年的意思是那時候加入WTO 被我們自己框住的三十幾萬公頃 我們還有三十幾萬公頃是非G7年 他們要種玉米種這些雜糧 都領不到相關的幾戶 那我們現在這次為什麼 三萬公頃的硬質玉米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是鬆綁了這個G7年的限制 讓那些灰G7年也可以來做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我們自己的法規的調整 所以我們同意委員 我們就會檢討 為什麼那時候沒做到 現在可以做到的原因要挑列出來 其實數字看起來都是W7萬 好 沒關係 主委 這個就麻煩 我想我的問題已經非常明確表達給主委了 希望你把這些相關的檢討 還有為什麼這一次你這麼有信心 覺得你這一次做倍增這件事情會達到 我想這個從數據上來看 也都還有很多的問題 包含你的種植面積現在只有 我看到109年是一萬六千多 那你這個公頃你要怎麼樣倍增成三萬 我想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數據來告訴我們 那剛剛其實我補充一個 主委剛剛有提到高粱喔 其實高粱集中在這個修根亭 我們講說修根亭冠區 其實它跟這個硬質玉米是生產的磚區 是有點相同的區域 那你今天要擴大這兩種 雜糧它種植的面積 你這件事情要怎麼達到 就是它們種植的區域其實是類似的 你同時要提升兩個 你怎麼做 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應該是從水稻的面積那邊去減少 我們水稻一期跟二期有28萬公頃來 你從水稻面積減少 如果水稻它不種 它就可以來種 我們剛剛講的硬質玉米 或者是高粱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硬質玉米跟高粱 其實它的種植的區域是 我們講說可以說是 有些是有重複啦 沒錯但是 那你在重複的區域 你從水稻我們講說割地出來 去換成做這個好了 那你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要同時達到這兩個 你是要割兩倍喔 我們今年有推了一個叫四選三跟大區輪座 就是為了配合水資源 那像我們那個水庫底下灌區的 叫農民不要種水稻 是不是把水資源節省下來 它可以領額外的獎勵 然後它不種水稻的時候 它去種玉米跟高粱 就可以增加它的收入 而且它那是屬於比較乾旱的作物 所以今年就有將近1萬5到2萬公頃 這個水稻面積就這樣減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可以種剛剛委員講的 所以我必須要提醒主委 因為我在你的報告裡面 當然我知道其實口頭報告時間很短 你可能沒辦法講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用質詢的時間 再進一步去詢問 是因為只看到你講說 你要獎勵這個面積的倍增為3萬 那你高粱跟大豆也要去提升 但是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裡面的做法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給我做法 我會不知道怎麼去驗證說 你到底這個做法是不是可行 畢竟你們前面大糧倉計畫 有一個跳票的這個經驗 是 了解委員的 所以必須要很認真的去監督你們的做法是否可行 所以拜託農委會可能再把相關的做法 比較明確的告訴我們 因為我看起來其實主委是有一些想法在做嘛 但是如果沒有把它文字下來的話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去監督你們的進度 如何完成 是 我完全同意委員的這一個要求 我們會比較 為什麼之前沒達到你這是可以達到 你到底改變了什麼 那我是不是請胡署長也跟你們報告 我們現在在具體執行的部分 沒關係 那個署長我們就是把相關的 剛剛我講的幾個做法 因為我聽主委其實你問他 他其實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這些想法並沒有明確的數據 或者做法來告訴我們什麼時間點 要達到什麼樣的政策或什麼的 這個我希望是比較明確的文字 我們才有辦法再做下一層的討論 不然你只是告訴我說你要做到什麼 但是你先前也說你要做到 但你跳票了 所以我必須要很認真的去監督你的做法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信 下一個問題是在我們的糧食自給率 因為前面剛剛主委有講到 糧食自給率是一個我們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 很重要的一環 剛剛雖然我看您在報告的時候有提到說 糧食安全你們做了相當多的盤點 而且你們在盤點這些庫存啊資產的時候 你們還會隨時去調整去購買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糧食自給率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你今天盤點發現不夠了 然後你去加採購 或者是說請廠商去怎麼樣去囤貨等等 但是你最源頭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麼提升糧食自給率 而且當時大糧商計畫是多少 主委你記得糧食自給率要達到多少嗎 目標 我當然知道啊這個40% 那你知道現在是31.7% 那你怎麼提升到40% 我跟委員報告這個糧食自給率 我們之前最高在前年還是大型我忘了大概是34% 後來又調下降是因為只要稻米的面積改變 他就會影響大概1 2% 完全同意我講糧食自給率提高 對糧食安全更可以確保 但是現在國際 以經濟學人雜誌來講 他有發表一個叫做所謂的糧食安全指數 那個糧食安全指數是考慮國內生產庫存加貿易 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個國家以這種小國來講是自給自主 我們的糧食安全指數啊 在全世界排名是很前面的 不是主委我們在討論糧食自給率嘛 所以您剛剛的意思是說您覺得40% 40%這個數字您覺得是一個要調整的目標嗎 沒有是我們設定的目標 我們希望往這個目標 所以你設定的目標你就要達到嘛 就算說你今天可以透過生產貿易國際貿易這些方式 來達到我們糧食安全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今天設定一個糧食自給率達到40% 因為你說國際貿易或者是產銷這些東西 其實你現在看到烏二戰爭通膨以後氣候變遷 其實你有很多的你知道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很多太多不可變的因素不可預期了 所以糧食自給率是for我們自己的嘛 所以最後再問一個40%到底怎麼達到嗎 40%的話其實怎麼達到 你現在就算種植面積 我剛剛有幫你算一下啦 黃豆大豆最簡單嘛 那如果大豆就算種到3萬公頃 也只能增加2.17啊 我跟你講的很正確齁 我們是有一個計算的公式 那米的部分都超過百分之百 真正要達到的就是從進口的替代的 米超過百分之百蠻多嘛 所以你現在把米換回來 然後飲食習慣要配合調整 是這樣的意思嗎 飲食習慣要花更長的時間 我覺得是從進口替代作物 我是說配合國人的飲食習慣的改變 也要去做一些調整 調整那個進口的主要的替代作物 來國內生產 這是增加糧食自給率最快的一個方式 好所以主委我想最後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配套措施其實都要一併考量 我們農委會當然很強勢在於獎勵啦 或者是一些相關的收購等等 但是我覺得像比如說農地農機農工農料 農藥還有農肥這些所有的事情 其實都需要去考慮 才能夠達到真的糧食安全 我想短短的質詢時間 真的很難去跟你討論到太深入的東西 但是我希望剛剛我所提到的幾個 比較需要詳細資料的 再請主委這邊再要求像農糧署 可能提供相關的詳細做法給我知道好不好 謝謝主委 謝謝主席